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代 我必须这样讲 都很少看到 所以在英国 在欧洲有一些军事专家 有一些军事迷在讨论 你看到像这样子的标题 中国军舰在英吉利海峡秀肌肉 英国皇家海军密切关注中国海军 我们这里有一个示意图 英国在这儿 英吉利海峡的位置 底下是法国 比利时 荷兰这些国家 中国的军舰是这样子往上走 往北走 中国军舰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当时 我们看到英国的军舰全程紧盯 法国的军舰协助护航 比利时也在旁边看着 所以大家在忌惮什么 大家在怕什么 中俄同盟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一艘军舰 这两艘军舰其实是要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这个地方有一个活动 所以他穿越过这边过去 可是北约这些国家非常紧张 他们觉得说两个国家都是军事强国 如果结合起来还得了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脉络 其实今年4月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防长就毁灭了 这是董军新任的中国大陆的防长 建了萧伊古两个国家在讲 对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 而5月普京到北京去访问习近平 两个人还贴面拥抱 无视西方压力坚定与俄罗斯结盟 到了6月我们看到日本有动作了 日本说要把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第三国企业 其中有你中国公司在内讲了一些话 说我要制裁你 7月的时候美加同盟 我们看到中俄轰炸机在阿拉斯加附近巡逻 美国加拿大出动战机拦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态势 西方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等 跟中俄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峙的情形 那有人说是新冷战 因为过去其实有这样东西对决 或者是苏联时期跟美国那个时候的一个这样子的冷战的态势 而另外我们讲到英国这一次的防卫或者是紧张的一个情势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把时间倒流到5月16号那个时间点 大家还记得吗 英国的巡逻舰低调的穿越台海 那个时候从我们台湾海峡低调的穿越 所以是不是这一次中国建入波罗的海 中国穿越英吉利海峡 是不是是做那一次英国巡逻舰的一个 到我们台湾海峡的一个回应呢 这个有人有这样子的连结 而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英国现在有大麻烦了 工党在14年后重新执政 可是它面对的政局是动荡的 国内的情势是紧张的 包括好几天来整个英国野火燎原的暴动 跟种种族有关 跟反移民有关 跟经济不好也有关 包括警方说已经逮捕了1024人 其中有年纪很小很小的这个小女孩小男孩 13岁的女孩说有我有参与 还有两名12岁的男孩说 对我有参加暴动 是最年轻的认罪者 而像伦敦 包括首都在内连日的暴动不断 的的确确会干扰人心 我们看到英国其实的移民问题 这个数近78年甚至是10年以来 其实都很严重 一天光是一天就有703位移民搭船偷渡 这是这一次新的首相施凯尔上任以来的单日最多 我们先来看看包括现在英国目前的非法移民有多少 至少有一万八千多人比去年增加13% 这是今年今年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个非法移民进来的一个非法移民 所以我们来看看包括这个英国要改或者是要改善的部分 其实方方面面都有包括是不是要拉中国来救经济 包括一个百年的造船厂铁达年号那个时候的造船厂也要关起来了 因为财务危机还有各种的工业各种的制造业像是这个工资增长 也往下掉降至两年来的新低 包括博明汉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工业大城 那现在呢也陆续出现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破产 所以看起来都是坏消息 从2002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政府其实已经在举债了 那新冠COVID期间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措施 你必须要花钱啊 因为很多人失业嘛要给补贴嘛 所以现在这个债台高足 所以如果你到英国街头 你到伦敦的街头去看哦 陆树街头的这些流浪者很多啊 人数啊约莫也有一万多人 比起十年前增加了四千人 创下历史新高 而我刚刚讲的包括移民的问题啦 经济衰退的问题呀 在民粹主义政客在煽动 还有大众不满的情绪啊 现在出口会转向移民 都说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 或者这些人如何如何 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变差 所以有很多的情绪在交织 那另外我们看到英国的外相 这一位外交大臣拉尼 即将在9月去拜访中国 希望恢复高层的接触 调整两国的关系 那某种程度呢 也希望在经济上面 因为外交如果和缓的话 在经济的合作上面 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加强 来我们先请教这个 包括赖老师 怎么看英国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两天了 而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栗正杰将军 能不能够让我们了解 所谓的英吉利海峡 无害通过 或者是说像中国的军舰 进来这个地区 对当地 当地英国 法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将军 我特别要说 这次来讲的话 这两号军舰 其实如果说 你就试试来看 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 就是解放军的交作号 052D 跟他的补给舰 叫做宏湖号 这两号军舰去 参加俄罗斯 在波罗的海 举行的海军节 但是表面上面看 是这么简单的动作 但是你要知道 当然波罗的海现在来讲 已经变成北约的内海了 因为芬兰跟瑞典 已经加入北约来讲的话 波罗的海等于被包围在中间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那中国军舰到这个地方去 代表的政治象征意义就很大 尤其是这次来讲 英国其实非常的难看 为什么难看呢 这个交作舰来讲的话 是052D有7000吨级的 那英国能够派得出来的军舰 来在旁边借户的 它只是一艘护卫舰 叫做这个李氏满号 这艘军舰只有3000吨 那摆在一起 其实来讲 将近相差一倍以上的 这种船型大小 所以这个感觉上面 形式上面来讲就差很多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 我们不要光看这个小动作 那我们要看东边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东边这边 中国跟俄罗斯 在上个月也曾经 这个中国的轰六战机有两架 跟这个俄罗斯的突九五轰炸机 总共四架战机来讲 飞停到美国的 这个阿拉斯加州的 ADIZ的上空 其实对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震撼 那时候美国紧急派了 跟加拿大派了F-18 F-35 还有F-16 这三款战机上来做拦截 但是解放军来讲就回去了 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动作 可是你要知道 当中国解放军 轰六为什么可以飞到这个地方去 那代表就是说 它跟俄国来讲 有很密切的一个协调 它的飞机 以轰六来讲的话 是不能飞那么远的 那它势必中间 一定有运用到俄罗斯的机场 来做地面的加油整补或者整理 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 对美国跟加拿大 展示它空中威胁的力量是很大 尤其是这四架 轰炸机如果带的是核子武器来讲 那威胁性是很大 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西太平洋这边 这个中俄来讲 也经常在这边做海军的联合巡航 所以我们看出来 其实美国犯了一个战略上 很大一个错误 它以前来讲 认为说是拉中来对抗苏联 那个时候还是冷战时期 但是现在来讲 它因为一场俄乌战争 让中国跟苏联背靠背越走越近 那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的地图 你会发现说中国跟 就是亚洲 欧洲跟非洲 其实是一个大陆板块 然后美国来讲的话 它是孤悬于海上 在美洲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来讲 它是一个海权的国家 它不是一个陆权的国家 那中国 俄罗斯原来是一个陆权的国家 中国来讲 其实是面临的 也可以说是西边来讲 是陆权的国家 东边来讲 它面临的太平洋 也可以说是发展跟陆权 都是一个 陆权跟海权都可以适合发展 那你美国现在 因为你的战略错误 让中国跟俄罗斯 能够背靠背 坐在一起 也就是说 当中俄两国联盟在一起来讲的话 就变成是说 可以控制整个 欧亚大陆板块的 陆权跟海权 完全控制住 所以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希望在这个时候 它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拉拢 这个印度 来对抗中国的崛起 可是我觉得美国来讲 你现在做这个动作 已经太慢了 当中俄两国 这个陆权跟海权 都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 对美国来讲的话 不管是在东边来讲 对于这个日本韩国 或者是西边来讲 对于北约联盟 都会构成很大一个威胁 好 我们来请教赫赖老师 中国的军舰到了英国的外海 你把它想象成为 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当时英国就是透过它的船舰 这个炮轰澳门 炮轰广州 所以军舰有它的一个 很强大的功能 特别是现在的这种 军舰它所装载的这些导弹 这个装载的导弹 你少着64个锤子发射器 多着像动物武的话 有112个或是113个锤子发射器 它可以打得更远 那可以打到伦敦 可以发动常规战争 也可以发动战术的核战等等 所以一个军舰到了你家的门口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种肌肉的一个展示 过去北约的国家 它肆无忌惮的 都到了这个东海来 穿越台湾海峡 好像如入无人之境一样 都告诉你说 这是航行自由 航行自由 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那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在过去来讲 也束手无策 你也没办法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造军舰的数量 还有海军建造的能力 以及远洋的经验跟技术 使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参加俄罗斯的 圣匹德堡的海军节的时候 它就两次了 那么经过了 穿越了这个英吉利海峡 那穿越英吉利海峡 就在英国的南方了 法国的北方 那所以对英国的伦敦 或是对法国的巴黎 那当然或是中间的 这些重要的军事要塞 就构成了相当大的威吓的力量 那不只是法国如此 不只英国 其实比利时荷兰都是如此 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 会觉得很惊讶 也就是说 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的军舰 而且有战斗力的军舰 在它的补给舰的资源下 它可以进行远洋的作战 那这个也放出另外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 未来中俄之间发展到 相互准入的话 那也就是很有可能 你不能排除未来中国的军舰 常驻在这个圣匹德堡的军港 在这个北约的这个海域中 进行常态性的巡逻 这也不能排除了 那另外在日本海这个地方 派驻到这个海森外 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巡逻 那么也就是经由日本的北部 这个白令海峡 俄赫斯卡海峡到了美国的领土 例如说前段时间是中俄的联合舰队 进入阿拉斯加 后来是中国自己四艘的战舰 进入阿拉斯加 这未来有可能中国的战舰 也会进入到西雅图 甚至到洛杉矶 这个旧金山的外海 这个也都未来都会看到 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了 明天会看到更多 后天你会看到频率更加多了 这也就是可以有效的牵制住北约 进入亚洲 因为美国一直要把北约带到亚洲来 那现在中俄的力量就是说 我回到你这个北约的力量 这个就是形成了整个世界态势 因为大陆的海军的建造技术跟能力 它的建造量在这一次里面 你看它短短的几年 它可以建造出整个英国海军的总数量 整个法国海军的总数量 这代表什么 英国跟法国的海军 跟中国海军相比来讲 已经是迅咖了 不入流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的海军的舰队的数量跟盾位 已经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现在是盾位要超过美国 那以14亿人口 而且人均所得一直在升高的 中国大陆来说 它未来海空军的总数量跟总盾位 超过美国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那如果说它成为美国的一倍的话 那等于是你美国加G7 等加起来的总和都不到中国大陆的数量 那未来在各五大洋中 常常看到中国的舰队在这个地方 比邻航行巡逻 这个已会成为一个常态 英国现在的问题是工党上来了以后 已经正式宣告英国政府破产了 这代表什么 保守党执政这14年 把英国的经济搞得这么的糟 所以内部的矛盾才会如此的凸显 浮上台面了 才浮上台面 是 来 宾哥 宾哥怎么看英国的问题 以及包括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结盟跟西方看起来有一个对抗的态势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结盟都是西方逼出来的 那是你们硬要他们结盟的不是吗 你们不断的咄咄逼人 逼得他们不得不走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求自己的生存之道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西方跟美国的重大战略失误 你们自己搞成这样的人要怪谁呢 那尤其是当你们这样子 一直去逼迫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你们自己的实力反而在削弱中 那人家当然是到达你一枪 老实讲现在只是经过英吉利海销 我认为都是客气 也许等到乌尔战争告一段落之后 我觉得中国大陆搞不好会跟俄罗斯 在波罗地海演习 这都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当美国跟西方 给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压力越大 他们的反台一定也是越大 这是自然的嘛 所以未来 不管是到阿拉斯加也好 或是到日本海也好 我认为中俄恐怕会常态性的联合讯号 这个都是一定的 因为你美国既然叫你的盟友 千里迢迢从欧洲跑过来这样做 那中俄回信你也是刚好而已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双方没有办法去降低 彼此之间这种敌对的态势 那只是越演越烈 到最后就是重新回到冷战时代 这个是没办法 那可是英国现在恐怕没有时间去管 有没有人经过英国英吉利海峡 他要先管他自己国内的问题 一个暴乱 本来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为什么会闹这么大 那个显然不是单纯有人散动 或者怎么样 这是长期累积的压力的结果 那这压力来源是什么 就是经济的衰落 人民生活不好 因为他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只有0.1 可是你通货膨胀是2.3以上 那你生活整个呈现倒退 今年经济状况比较好 可是经济成长率预估还是只有1% 那你到现在为止 通膨率已经下降 还是有2.2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生活不断倒退的情况下 人们很容易就把罪过都怪在那些外来移民 或是那些自己跑来的人 就不管就把所有的罪过全部强加在对方身上 仇恨就于此产生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看他们现在英国政府的动作也知道 他也知道问题的争结就在经济 赶快把经济弄好 这些东西才能密平 如果经济持续衰落下去 暴乱恐怕会持续扩大 是没有错 有一个国家现在经济看起来也 好像也不太好 那就是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说 他不要再加入 他退出 他退出9月的自民党的选举 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不会连任 他不再竞选了 所以未来日本的首相要换人当了 那到底谁比达有可能会是下一任的日本首相呢 我们先来看看包括 这个岸田要交棒 因为他现在的民调也很低 那日本人心目中的下届首相 可能谁比达呼声高 是这个石破茂 石破茂拿到了28.4%的支持率 他此刻也正在台湾访问 昨天也见了这个赖清德总统 另外呢 这个第二名的是小泉静次郎 还有这个高士早苗 这些人可能都会出来竞争 出来竞选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美国跟日本 看起来军事上的同盟 在这个岸田的任内 结合得越来越深 而扩大防御能力 要做这个吓阻威胁这样的事情呢 可能要部署武器 包括提风 陆基机动飞弹系统 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在日本的冲绳 陆上自卫队要扩边 而且要用美军的设施来训练 那当然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冲绳的民众啊 对于这些美国大兵来这里驻军 然后搞东搞西 涉嫌性侵 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很烦 觉得很生气 抗议的不知道多少次 可是看起来 好像政府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做 所以你看到8月12号的报道 当地民众强烈反弹 举行大规模的抗议 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检讨 修订日美地位协定 缩减美军基地的规模 因为他们受够了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人 举着牌子 包括性暴力啊 像是这样子的抗议标语 而冲绳的知识 这位玉成丹尼 他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混血 他就说 他9月要访问美国 希望要求美国人 把你们的美军 好好的管一下 禁止他们在这里犯 这个继续犯罪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大选 那当然是世界最瞩目的 大事件之一了 我们看到马斯克跟川普 昨天不是透过直播吗 X的直播 两个人对谈了很久 那里头有很多重点 包括我们看到川普就说 马斯克你好棒棒啊 因为你最会砍成本啊 只要有罢工 你就抛出一句说 你们都可以走人了 把你们全部都给fire了 所以我很欣赏你 你也很guts 可是他这个话一讲出来啊 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就很生气 他们就决定向劳工局来投诉 说你川普讲这样的话 你是在恐吓劳工吗 如果你罢工 我就把你给开除 你是在恐吓劳工哦 好我们看到这个金融时报 就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啊拜登 要响应拜登的振兴美国制造投资案 所以你看到有四成延后 或者是搁置一些投资案都暂停了 包括我们台积电 亚利萨纳州 二场的这个量产时程 也延后两年 有很多大规模的投资 各国投资都有这样子的 这个delay 或者是搁置的状况 而另外呢 这一场跟马斯克的这个直播里头啊 川普自己讲说 美国需要强悍的总统 非我莫属 那马斯克提出警告说 不要低估 是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那这个川普又在恐吓了 他说中国的核武发展 日新月异啊 而且很快 超乎预期 将在不久的时候 不久的将来会超越美国 然后会冲击全球的权力平衡 所以 他的论述就说 美国需要一个非常强悍的总统 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漏网镜头 也被大家给这个highlight起来 就是川普在跟这个 马斯克直播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手机 底下有一个充电宝 我们台湾是讲这个行动电源啦 那无限的吧 看起来是 那是不是大陆品牌呢 网友很厉害 就说 你在跟马斯克通话的时候 这个充电宝 这个行动电源 看起来是大陆品牌安克啊 所以 是不是因为这一张照片 所以让安克的股价一度 跳涨2.74% 这个相关的股价就这样上涨了 另外呢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 会是中国的噩梦吗 外国媒体就讲 这个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说 如果川普真的赢得选举的话 可能会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 至少60% 那那个时候呢 经济受损啊 会比川普第一任还要严重啊 那这个是不是第二轮的贸易战 也会开打呢 那这个中国大物线的经济也很脆弱啊 如果像这样子雪上加霜啊 恐怕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被拖累 来 我们先请教赖老师 最近在台湾的新闻 吵得比较热的是史破茂嘛 因为史破茂前一段时间 来到台湾跟赖清德有见面 也有跟民进党的相关的干部 像美琴等都有见面 史破茂目前在证明党内 他的民调支持度第一名 所以对赖清德来讲的话 当然也想要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 因为岸田文雄 他的民调垫底 那他也看大势已去 即使他很努力 他希望紧紧拉的美国 然后美国能够推他一把 但是看起来拜登自己也选不上了 然后他在他的任内 紧追随美国的政策 去跟中国大陆对抗的很凶 而且中日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剑拔奴章 而且也看起来化解不了 即使自民党内有一些人 像二阶进博 他们也是希望应该要改善中日的关系 日本的企业界也认为应该要改善中日的关系 但是岸田文雄的态度很明白 就是紧紧的追随美国 那所以中日的关系没办法改善 那岸田文雄认为这样的方法 可以把他的声望提高 结果外交没办法转移成为内政 所以岸田文雄到最后 他这两天宣布 他不竞选了 退出选举 那一旦退出选举 石破茂排名第一 可是问题就是 不是就一轮投票 还有两轮 石破茂在十几年前 十六年前就已经要绞逐 这个自民党的总裁 那时候他才51岁 他当时的民调知识度也是第一名 但是在第一轮的投票中 他没有过半数 所以他进行第二轮的时候 他们其他的派系就整合起 那他就落选了 他之后也跟安倍晋三选了好几次 那最后一次是安倍晋三的第三次 那也被安倍晋三打败 所以石破茂他一直寄望的 这个自民党的总裁 因为目前来讲 谁当自民党的总裁 谁就是日本的首相 所以对于石破茂来说 他这次到台湾来的访问的目的 其实是第一个 提高他的自民度 然后第二个 告诉日本的右翼 他跟台独的耐心者们 是感情很好的 他可以跟台独接连的比较深 这个是符合日本的极右翼的一种意向 很明显的他在做策略上的研究 在策略上的结盟 那未来怎么样 下个月就见成章了 因为下个月大家就会看到 未来的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川普跟马斯克的一个对话 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美国的汽车工会 美国汽车工会的强悍性 是有目共睹的 那马斯克很清楚知道 这个汽车工会有时候越强悍了 对劳工者的权益保护是越好 可是对于资本 对资本家来说 对资方来讲 常常却是一种 更限制他们的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矛盾的 那在这个相互矛盾的 这样的一个中间 如何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不容易 可是美国的汽车工业的衰败 是有目共睹 那你怎么样使美国的汽车工业 已经越来越衰败了 怎么样起死回生 目前来讲 电动车是最有可能的 可是对马斯克来讲 他很清楚 如果他的电动车 要以美国作为大本营来发展 那汽车工会的这种影响力 马斯克的发展是有限的 所以他宁可在海外布局 他也不愿意回到美国本土 那最主要还是跟工会有关 所以他们的对话中 其实就释放出一些讯息 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工会的结构 不能够做调整的话 那很多的资本家 他事实上是不太愿意 尤其是制造业者 他是不太愿意 把他的这个制造业 迁回美国本土 那这个我们就看到 这个就是工会跟资方之间的矛盾 如何获得平衡 目前还无解了 坦白讲 马斯克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大家都知道 他是因为在中国的发展 那在中国的发展中 他就没有工会的这个压力 他可以全力的发展 那确实也是让他的企业 今天能够风风火火 也是跟这个工会的问题很少 因为整个工会的权益的保障 是在中国大陆来讲 是政府介入的 那政府介入 政府保障的劳动者 跟资方之间进行谈判 可是在美国来讲 政府是不接入 因为美国政府基本上 是比它走小政府 所以是大工会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下 例如说 我们看到整个在美国 通货膨胀一直在涨 工会就要求薪资一直涨 那通货膨胀一直涨 薪资就一直涨 制造的成本就一直推高 美国的产品的 国际的竞争力 当然就会越来越差 这个都是一个 大家知道的事情 可是当你美国政府 又没有能力把物价压下来 那你怎么会可以要求 工会不涨工资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美国政府 无能力压下这个物价的时候 那当然工会就有权利 来要求涨工资 那资方当然就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就掉入一个恶性循环 就不停的在转 是 将军怎么看 关于像是美国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驻日美军的事情 我特别要讲 其实日本对美国来讲的话 等于是美国一个军事上的 一个殖民地而已 因为日本在 美国驻军在日本 有一个治外法权 也就是说日本 这边来讲的话 美军在这个地方 不只是军人 包括他的眷属 包括他的文职人员 只要是犯了法律上的错 来讲的话 日本是不能够来做审判的 他们这些人 要回到自己美国去做审判 那当然美国人 一定会护着自己美国人 之所以有这条法案 就是因为日本当初 是投降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军将这个地方来讲 视同他的一个殖民地 在军事上来讲 视同一个殖民地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你这个美军来讲的话 由于这些年来 美军自己的年轻人 数值越来越差 所以他招募的兵员来讲 已经不像以前 数值有这么高的数值 所以他们经常 在他们住外的地方 做一些伪计犯法 甚至很严重的犯罪行为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不只是光日本 冲神岛的民众受害 包括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上次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澎湖地区来讲 有几个美军的绿员帽部队 结果因为喝酒 被我们的澎湖的渔民 痛扁了一顿 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有登上新闻版面 对代表说是美军数值很差 还是要跑到外面酒店 去找不正当的场所去喝酒 那你美军怎么会这种数值呢 所以说我们不要被 好莱坞的电影影响到 认为美军都是救世主的 一种形态 那第二个来讲 我特别要讲说 美国也想要在 日本部署提风系统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大陆一定会强烈的 做一些反制的动作 我们第一个看到 就是你菲律宾 原来美军借着演习的名义 在菲律宾已经部署了提风系统 但是美国最后来讲 因为中国强大的这种抗议 以及压力 状况下美军就乖乖地 将这些提风系统撤回去了 那现在来讲 你美国还要再犯同样错误吗 到时候如果说你第二次来讲的话 在中国给你 不管是在军事上 外交上或经济上 或政治上 跟你日本施加压力来讲的话 你知道说灰头土脸的 将这些提风系统 部署完了又再撤回去 你是不是更加丢脸 所以我觉得提风系统 当然它威胁性很大 我们都记得说是古巴危机 也是类似这种情形 那你在日本部署提风系统 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一个威胁 就像是一把枪 一直抵在你门口 你说我没有开枪 可是你对我威胁性就很大 那中国我相信 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那以前中国可能来讲的话 它的军力来比较薄弱 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很强烈的抵抗 那现在状况是绝对是不一样 尤其是这个福建号航母成军之后 它如果说是你在日本本岛部署提风系统 我散步50了到你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到你阿拉斯加区那边 给你飞飞绕一绕 或者是说帮军舰开到你关岛附近去 这个也把导弹亮一亮 那你美国你要不要做任何处置 那美国现在来讲很明显的将日本当作 它的这种第一岛链 就是堵住中国的这个国家 军事上面来做 利用日本来做堵住 那美国自己本身来讲 他又撤到关岛地区去了 所以日本很明显的 现在在替美国 我觉得日本现在在替美国当这个看门狗 他在帮美国守第一岛链 已经不是我们了吗 美国自己推到第二岛链 关岛那边去 他负责提供狗粮 那日本来讲在这个地方做这个角色 那台湾其实也是 但台湾更惨的是自己要买狗粮 自己还要付钱 来请教兵哥 如果日本是看门狗的话 台湾是狗骨头 我们就是负责当幼儿那一个 吸引大陆来啃这个狗骨头 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 扮演一个狗骨头的角色 那日本其实 虽然你看 他们每一个这个首相人选在 还没有当首相之前 有的亲中 有的亲什么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可是一当了首相之后 他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亲美 他没有第二条路走 他大概非这样做不可 因为不这样做 他恐怕很快就会失去权力 所以石破茂过去也曾经一度 被人家认为是亲中的人 可是你看他这一次 马上跑来找赖心得了 然后就开始在营造 一个抗中保台的氛围 这个很明显就是 积极要争取这个位置 所以他必须要展现出 他抗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认为未来假设 真的是石破茂 按照目前的民调 他比声望比较高 他上去的话 我觉得大概还是维持 现在 至少在对中的态度上 是维持现在岸田的 这样的状况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也就是大概 美国要求他对抗就对抗 但是他自己本身尽量 不要跟中国起直接的冲突 大概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问题是美国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日本 因为美国一定会希望 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 特别是如果是川普又上来的话 那日本绝对跑不掉 又要出钱又要出力 这个肯定跑不掉 那问题来了 日本民众愿意承担吗 你说如果单纯出钱也就算了 你说让美军扩大使用他的基地 冲城这些人绝对不会高兴的 因为几十年来他们深受其害 可是我必须讲冲城之士 你虽然去美国讲的也不会有用 美国人根本理都不会理他 他会理你几十年前就理你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解的情况 因为这个是一个几十年来的格局 除非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然都不会动弹 那可是问题是 川普还是很肆无忌惮的这样去讲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这一套其实是有人支持 虽然这一些 美国的这一些劳工啊 汽车工会可能会听得不高兴 可是其他一些人听得是很爽 因为其他这些人听得觉得说 没错啊 这样子美国自己的企业才重新回来 我们才会有工作 然后美国企业才会成长茁壮 所以这个就是两面刃 就是你讨好某一部分人 就会失去某一部分人 那但是 问题现在对厂商来讲 最难决定的就是到底谁会当选 没有人知道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是厂商你也会先观望 假装我好像还对投资美国很有兴趣 可是实际上我先停下来看一看 那当然这中间有的是真有的是假 有的是真的继续要投资 可是我老实讲 像台积电恐怕就是 最好整个出现变化我就不用投资了 因为他的一场在那边 已经很明显是出了大问题 根本没有办法运作 那你现在还叫我投资二场 那是干嘛 根本就是个前坑 我干嘛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就是以拖代变 看看是不是选完之后会出现一个 根本性的改变能够让他脱身脱离这个前坑 是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前上校 美军的前上校 他说有70名以色列的特种兵 以及美军在夜门遭遇到伏击 全坚 全部被歼灭 那这个是一次秘密行动 这个外交官 这个美军前上校 他讲说这是70名以色列特种部队 还有美国人的雇佣兵 在夜门的一次秘密行动中丧生 你可以看到现在不知道 其实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他们歼灭的 可是这可以凸显在中东 的的确确情势相当的紧张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消息 请导播让我们看下一张CG 这是这个哈马斯 就在两边 以色列跟哈马斯要和平谈判的前夕 哈马斯动手了 我们可以看到特拉维夫 爆炸巨响 天空出现了火箭弹的轨迹 而哈马斯 他们也承认说 没有错 这个火箭炮是我打的 我打了两枚M90的火箭弹 那我们知道特拉维夫 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那这也是五月底以来 哈马斯第一次对特拉维夫 发动了袭击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的动向 现在大家也都在猜 也都在看到底他会不会 对以色列做报复的行动 那西方当然不断的口出笔伐 要求伊朗不要这么做 不要报复不要这样做这些事情 那以色列伊朗就说你西方凭什么 你缺乏政治逻辑啊 你凭什么 我对自己的死敌进行报复 没有需要别人的授权 拜登他现在只能讲说 好啦我们现在赶快停火 我们如果可以达成加萨停火的协议 那你伊朗就不要报复了嘛 你伊朗就不要攻击了嘛 这是他一个这个完美的想法 可是事情的进行没有这么顺利 我们看到伊朗啊 现在呢看起来已经下了最后的通牒哦 他说如果以哈的谈判 失败的话 我就会跟真主党联手来攻击你 以色列 那另外我们看到中东的军事 现在都还在悬在那儿 哦不知道到底会往哪儿走哦 必须说我们刚刚看到在夜门的事件 如果是真的的话 有70名美军跟以色列军人 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结果全被歼灭 是谁干的 是伊朗吗 是真主党吗 还是谁 还是夜门 哦不知道 所以的确蛮可怕的哦 伊朗三日内两度在做军演 他们已经在整个带弹了吗 在提高自己的防卫能力了 防御能力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 可能的报复前夕的准备 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有动作 他的航母 他的核潜舰已经到中东了 那伊朗的海军也说 我有能力发射导弹 打到你家门口 你来了也没用 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 现在呢 美国再批准对他的200亿元的军售 那当然美国长期以来是支持的 以色列的五角大厦已经重申 协防的承诺 另外呢 这个加萨的战争到底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我们看到加萨走廊 无辜牺牲的百姓 现在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了 还要打吗 这个这个国际平平 国际的姓平机构叫惠裕 他已经将以色列的评级下调 因为他说他们评估这些专家说 这个战火会延续到2025年 而另外一个战场 其实是更早发生的俄乌战争 现在我们看到乌军啊 已经攻入了俄国 那现在呢 已经拿下了俄罗斯 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那俄罗斯是用刺核弹来做一个反击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俄军的战爆 有一架苏凯34的轰炸机 在10号的凌晨 曾经用炸弹来攻击 库尔斯克州的乌军 因为乌军某种程度 把这一州给占领下来了 那包括乌军的这一支 所谓闪电进攻的部队 到底可以持续多久 我记得昨天我们有讲过 怕他们没有后援 那可能就要被截断了 可是普京现在在做什么 普京现在呢 再度强制征兵 非常有可能被迫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呢 他也把一些军力 从乌克兰本土 调回俄罗斯本土 那这个是来自于 WSJ的这个华尔街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莫斯科已经从乌克兰的战场 调回部分的兵力 要回防俄罗斯本土了 所以这场战争 我们还要看下去啊 教军 我先回答前置的问题 这场战争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到今天应该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他结束了 因为这个 他攻击的目标 推进了30公里 你知道攻击30公里 之后要做一件什么工作的 就是后勤基地要往前面推啊 这个就像是你 这个每个兵身上所带的弹药来讲 你每天这个要送便当 人要吃便当 要送这个弹药 要送车子战车要加油 你这个基地要往前面推 那个都是很顿重性的 那这个距离基地来讲的话 我们以军事来讲 通常距离第一线 大概就30到50公里 为什么要30到50公里 我第一天我可以补给 持续补给 那我太近的话 我就会变成什么 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到 所以这后勤基地要摆的那个位置 就是说我往前面我可以运输 那通常合理来讲的距离 因为火炮射程大概30公里 所以30公里对我们军事来讲的话 30到50是后勤的基地位置 那你现在已经往前面打到30公里 后续来讲你就基地要推进 你基地如果没有办法推进来讲的话 你就攻击无效了 你除非我就占领这块地方 我就不动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来讲 如果会看地图来讲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乌军现在有多惨 他现在所占领的位置 是在一个第一地一个河谷 那俄军来讲 他反攻的兵力 他总共动用了三个师 两个旅 所以说我们从俄军的反应里面 也可以看出来 乌军这次的攻势的部队不少 不然他会动到正规军 用到三个师两个旅 抽掉这么多的部队来反击 那俄军现在所占的位置是在哪 是在高地 那乌克兰的部队现在变成仰攻 如果他后勤攻击无力来讲的话 那又是一个仰攻的一个状态 在战场形势 不管是地形或者是后勤补给 如果说没有能力 继续往前面攻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场战争 大概这个攻势就到这边 但是重点不是说 我们军事作战 不是以一成一地的得失来做这个 一成一地你可以当做政治宣传 泽伦斯基说 你看我可以让俄罗斯本土 我可以攻到他本土 我让他感受到战争的 问题是说你乌冬地区 你现在在大败 我们不要忘了乌冬地区 不管是红军尊或者是纽约镇 这几个重要的节点 现在俄罗斯在那边是大踏步的前进 那如果说是大踏步前进 快要到你基辅或者是哈尔科夫来讲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来讲的话 可能要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说你这个谈判要不要开始举行 那可能拖到 你会不会拖到十一月美国选举之后 我觉得这都很难 是他其实应该先收复师徒才对吧 收复也收复不了 收复不了 对啦 这个东西来讲刚开始会蛮吓人的 可是你现在来讲 我们这个赖教授应该当过军事也知道 其实军事看的是打后勤嘛 是是 你后勤可不可以志愿的上 好我们先听下广告 好中东的问题我们来请教赖老师 您刚提到的那个快报 这个确实对于美军来讲 对以色列 他们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挫败 因为目前红海这个地区 美国还有英国 以色列的轮船货轮 还是遭到叶门的有效的攻击 军舰还可以防御 但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货柜轮 常常被击中 虽然他还能走 但是那些货柜轮他的损失 他就必须要进港维修 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欧洲的 这些货运公司 他们已经大部分都不走 红海这条线 他们走了一带一路的这条线 所以目前一带一路 中欧半列真的是爆满 这个真的是一位难求 我所谓一位就是一个货柜难求 这个主要的就是因为美国 他很难去保护这个航运的安全 所以他必须要派特侦部队进去 把这个重要的这些机构所设施 例如说燕门为什么能够那么精准的打到这些船只 那就代表它的这个雷达系统各方面的导弹的发射系统 是相当的先进的相当的精准 那这个一定要去把它摧毁 可是很明显的事迹败落了 那反而被全奸 全奸这是一个悲剧 因为这七十多个人来讲 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损失 我想这个对美国来讲 以色列都是一个重大的挫败 哈马斯在渡的攻击 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内塔尼亚胡你错了 你没办法杀光哈马斯 这个反而是证明了 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 因为他们两个一直在吵架 以色列国防部长认为说 你没有办法完全歼灭哈马斯 现在哈马斯在渡的攻击 就证明说他仍然 飞弹没有被消灭 他还有能力反击 而且他还有导弹 还有火箭弹可以进行反击 这个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 也是一个挫败 尤其是他控制了 加沙地区的北部这么久 竟然加沙地区北部的哈马斯还在 而且还有能力 对于以色列的首都进行攻击 这个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那伊朗的问题是这样子 目前拜登放出一个强大的讯号 其实这是给以色列施加压力 就是说停火的协议 以色列要同意 同意的话 那目前来讲 伊朗的采用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一旦停火能达成 伊朗还是会反击 但是伊朗的反击的模式 就会比照 这个杀苏莱曼尼的那个模式 那也就是说我雷声大 但是余点小 面子做足了 不造成伤害 大家都翻篇了 可是如果以色列不同意的话 那这个战争可能就打起来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于美国跟欧洲来讲 他们当然希望以色列能妥协 可是我怀疑内塔尼亚胡会妥协的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看到伊朗 大家都在问 何时要动手 中东战火马上就要爆发了吗 伊朗当然有点就是恐吓美军的意味说可以打到你家门口 可是实际上美军很清楚伊朗并没有这个实力 伊朗大概唯一所示的就是它那个 传说中射程1000公里的巡弋飞弹 那到底实际射程怎么样 跟它的逆终能力如何 其实没有人知道 因为它没有实战过 所以不晓得 那当然就是先恫吓一下 看看美国会不会接受 但是我认为伊朗不发动这个攻击则 一发动的话 它绝对不会是单独 一定是全面性 一定从各个 在你以色列想不到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伊朗离以色列有一段距离 可是真主党哈马斯根本就在以色列旁边 甚至有的就在你国家里头 我就直接发动这些攻击 让你根本没有办法防 所以现在大概以色列也是蛮头痛 不知道到底要守哪一边 那可是在俄乌这边呢 我昨天看到一个笑话 昨天在PD上有人盛传说 有一个部落格博主说 他们最新消息 那个乌军已经打到距离莫斯克只有280公里 有可能 然后很多人就跟着嗨呀